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8月20号星期天 大家看到这期节目应该是8月21号了 第一句不要着急留言 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个节目的标题 马上就急不可耐的在留言区 这不是谣言吗 这不是假消息吗 你怎么去传播这样的信息 是这样这个消息从昨天就在传 然后传到今天又在传 传的是五花八门 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 咱们就站在一个辟谣的角度来聊一聊 有哪些信息是真 有哪些信息是假 咱们也可以从网络上去寻找一些 别人容易忽视的细节 来去说个一二三 这两天流传最盛的消息是什么 是习近平中风了 说是习近平瘫了 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据说是交通运输部的李小鹏是从他那边说出来的 那李小鹏他是之前李鹏的儿子 这也是红二代了 习近平是红二代 然后李小鹏他也是红二代 至于消息来源 现在是无从考证 因为很多内幕消息都是一些口耳相传 官方媒体你是永远是不可能找到出处的 对于这么一个消息 我是不信的 然后今天又传出来了 那么咱们得去看一看了 得去看看这两天习主席人家在干嘛 咱们可以打开人民网看一下 好吧 人民网的主页打开之后啊 什么学习贯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啊 然后呢 这第一个习近平复兴美国华盛顿州中美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士 哎 这个信息点开看了之后呢 哎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呀 是复兴啊 就是我本人没有出面 本人没有去接见某些人 没有去接锅盖 没有去接受采访背书袋 这是一个信息 8月20号的上午时点 然后关于另外一个信息呢 这里又有一个啊 习近平暖心寄与激励南非青年 这个新闻呢 也打开看了啊 还是那个词 复兴 国家主席习近平 复兴南非德班理工大学空子学院学生鼓励他们学好中文为传承发展中南两国友好事业促进中非友谊合作贡献力量哎呀 一提这个南非非洲的学生啊 这就牵扯到一个撒币啊 撒币不是今天的主要聊的话题 改天咱们再聊啊 就聊这两个新闻呢 是最新的关于习近平的新闻都没有出现在屏幕面前 也没有照片 也没有流影 那么在这里我就想了 这两天习主席都在干啥啊 我躲在中南海的床底下 我再听一听 想想看一看啊 那么现在网络上流传这个习近平有点绷不住了啊 就是感觉这个汤子有点撑不下去了啊 现在网上是怎么传的呀 就是习近平他在一个个的在找人训话啊 基本上都是骂人啊 结论是啊 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管用的 没有一个是男人这些常委呀 政治局委员呢 就差把他们的裤子了 习近平说我不想干了 你们谁想干谁来干啊 我得休息了 我也是人有困难找我 我又不是神 现在最近这几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那就是恒大跑到美国去申请破产保护啊 我前几天的节目呢 恒大破产保护这个词呢 我没加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呢 大致也都是在里面了啊 这是一个问题 让习近平很难受啊 这涉及到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债务问题啊 还有一个什么呀 碧桂园也要爆雷 如果说这两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出现问题 你想想中国经济会怎么样 那么对于如何处理恒大的问题 如何处理碧桂园的问题 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案 大家都想捞钱 到最后呢 这个皮球踢过来踢过去 到时候就越踢往上就踢到了习近平这边 那他说了 有困难都来找我 我又不是神啊 然后呢 就开始骂了 骂谁啊 骂历任的那些领导人啊 从邓小明开始骂 骂完邓小明 骂江泽民 骂完江泽民 骂胡锦涛 说他们都不负责 说他们都是在击鼓传话 他们在任时期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炸弹 现在传到我手上是一个王炸 要炸在我手上 你们休想 我要用炸弹炸翻你们这些所有的王八蛋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啊 说把共产党炸了都才好 才有新中国 你们根本都不是共产党人了 炸掉了 中华民族就复兴了 这是网传习近平他发火了 崩溃了啊 遇到的问题太多了 遇到哪些问题啊 私下来开始骂 骂金融 骂A股 骂里安人民币贬值 你们这些王八蛋通过自己的渠道啊 把这个人民币都给换成美元了 然后导致人民币开始不断的跌 骂银行骂房载产开发商 那是因为银行过去这么多年都非常大胆的把钱借给房载产公司啊 借给恒大啊 借给碧桂园啊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那些地方官员跟银行赚的盆满钵满呢 是吧 这里又骂那些地方官员了 都没有良心 通过这么一个土地财政 把这个国家的财产都给掏空了 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大堆的炸弹 江湖时期你们大搞缝链产使劲吹泡泡 现在习近平接盘了 然后把这一堆啊 炸弹把这一堆债务全部都留到现在啊 所有的问题积累到最后都要让习近平去拍板 怎么去解决 那习近平他也崩溃啊 他也疯啊 本来我是一个诗人啊 我背书在啊 我在海边我背诵诗歌 大雨落幽艳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大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换了人间 这就有点疯癫了 狂笑狂骂 哪有什么一片汪洋 你们都是敌对势力造谣 然后当时的情景呢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习近平 也不敢请精神科的医生 来去给习近平看病 只有他的夫人彭丽媛陪着安慰 然后在此期间啊 身边的那些官员 什么蔡奇啊 李强啊 也都躺平了 撂挑子了 但是不干活了 现在习主席还没有发话 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是吧 我这边针对一些问题 我要是私下做了一些决定 很有可能不知道就戳到哪个雷上了 很有可能就倒霉 所以说这两天我们看人民日报啊 都是一些跟习近平没有关系的信息 你不信你自己打开你去看 是不是 包括上期节目 咱们说人民日报啊 可能闲得没事了 找个话题聊了吧 啊 台湾当归啊 又把这个台湾那个话题再拿过来 再算一遍 然后再去带来带风向 再去给小本红打打鸡血 再去给小本红灌灌鸡汤 你都可以理解为现在这两天习近平是躺平了 那至于说他有没有可能中风 有没有可能瘫痪 这个先另外一说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中风啊 瘫痪都是说人在这个精神压力极度大的情况之下 脑血管一堵 然后人就可能就瘫了 呃 我觉得吧 这个中风的可能性呢不大 但是呢 这几天应该是有很多的问题 把他给闹得不清 也是大发离庭 也是大为光火 可能是我要啊 闭关几天 我要休息几天 你这个人民日报也好 你还是其他的环球时报也罢 人民网也罢 你们自己安排主持工作 去搞一些不疼不养的事情 先别过来烦我 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啊 到最后我要说的是什么呀 是不信谣不传谣 针对于假消息 我们要以一个打击谣言的态度 去分析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大家能够分辨出来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 好吧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